由冯巴魔咒、大变局中共紧急推辟谣平台,中共党内全都公开化政治传言高发之时中共近日推出了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分析认为面对内忧外患的险峻困局当局想借此引导舆论走向,试图来破解其正在遭遇的冯巴魔咒广告新华社报道,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8月29日正式上线, 该平台是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以及新华网承办,旨在为广大群众提供辩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自由亚洲引述分析说这个平台的上限,意味着中共对网络资讯的垄断和打压更加激烈,该平台的设立主要有两大主因,一是中共高层斗争比较激烈政治八卦特别多,政府可能想从这方面, 引导以下二世社会矛盾激化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当局有点控制不住,想引导舆论,事实上大陆搜索引擎巨头百度威言和中共的要求, 去年,已经成立了中国最大的辟谣平台,该平台自称可以以很快的速度发现网络上疑似的谣言,同时中共网警官方机构和中共各部门及部分公众人物,可以针对谣言发表辟谣文章,首批账号中,包含372家网警巡查执法账号, 以便控制舆论导向但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变得中共陷入内因外患的险峻困局之中, 而此时中共推出直属中共网信办与喉舌相连的辟谣平台,被认为是当局对互联网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紧, 意图以此来破解其正在遭遇的缝巴魔咒,2018年,是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改革至今,中共一直难逃缝巴魔咒及缝巴的年份日子就不好过, 而且中共还有七上八下魔咒现实,正在上演的大事件包括中美贸易战,假疫苗事件, MeToo事件,滴滴顺风车间杀案,卡车司机罢工维权,老兵上访,民时维权,师徒父母上访, P2P借贷平台倒闭维权潮,以及近期的口提议,探军疫情和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上述一连串的事件接踵而至, 似乎更印证了中共难逃缝巴魔咒结束不仅如此,2018年,也是中国传统纪年的戊虚年, 历史上恶虚伪多世之年,被许多人认为可能出现巨大变革的年份, 有英媒评论说,2018年,将成为中国的转折点,中国社会巨变正在形成, 对北京当局来说,2018年,是一个大考而历史先例局限时,迹象似乎都在预示, 在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下,2018年虽已过去九个月但在接下来的日子, 中国社会仍有可能发生对历史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即便靠政治权力打造辟谣平台垄断和打压言论, 但也不可能彻底控制网络信息的传播。 评论员人士唐宁认为中共倒台,解体的趋势已相当明显, 中国,已经处于巨变的前夜,唯有脱掉中共这层皮,抛弃中共才可以走出困境, 否则不变责亡,将与慈禧不变革的后果一样, 中共的灭亡和千古骂名也是必然的。